我一直住得好好的房子 说个卖就卖了 莫名其妙的 你看看这 刘金甫说 哪天他外出回家时 猛人发现家中的窗户边 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身影 对时各种不好的联想浮现在他的脑海 难道在外做生意的妻子已经回来了 如果是妻子回来了 那么这个陌生男子又是谁 亦或是家里来了小偷 前期之下 柳金甫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在确定妻子并未回家后 柳金甫迅速向家跑去 可是让他感到惊恶的是 自己的钥匙竟然打不开自家的门锁 在把门拍开之后 柳金甫和陌生男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直到男子拿出了已经并更了房主姓名的房屋产权证 柳金甫才瞬间赶到 头皮发麻 处在原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有如此大的本事 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卖掉了他的房子 冷静下来之后 柳金甫想起了一个人 这房肯定是被我丈夫娘给卖的 我现在找你们说 是让你帮帮忙 帮我把这房子给要回来 柳金甫为什么会斩钉截铁地说 卖房子的人就是岳母呢 带着疑问 我们陪同柳金甫找到了她的岳母 刘振华 妈 我的房子咋个事啊 你真的太不聊了 你来跟我们一起吧 那房子咋个别人呢 你为什么不瞎干了 你直接跟着闹走 自己的房子被更换户主 柳金甫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 而是直接找到岳母刘振华进行对职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卖掉柳金甫房子的人 是否真的就是她的岳母呢 柳先生的房子被卖掉了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她的岳母卖掉了房子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他自己又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今天柳先生也自愿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有请柳先生上场 有请 柳先生您好 柳先生好 请坐 大家好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 先要问一下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想请大家帮我忙 帮我邀回我的房子 这房子真的是别人的了 对 房权镇上都是人家的名字了 那您当时有没有跟他说 这房子明明是我的 两三千钱还是我的 说了 人家就说 这房子是我买的了 我买以后就是我的了 那还能打击 那你没问他是谁 把房子卖给他的吗 说了 如果不高 那当时 您的第一念头 就是岳母卖的 别人也卖不了 那个房吧 是我老婆的 他祖母留给他的 是你老婆的祖母 我老婆的祖母 留给了我老婆的 我们就一直没有过父 我们那也一直住在里面 所以这房子 如果不是他们卖的 就不可能有别人卖 那可是我们也看到 你去找岳母 岳母好像也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您不怕是误会他了吗 不可能 因为那个人把那个 就是卖房的那个活档 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 写着您岳母的名字 对 那这件事情 您妻子知道吗 她知道也没办法 岳母在家吧 她就是那种 非常的那种强势 说的不好听一点吧 就是母老虎那种 柳金福对其岳母 直言不讳地称呼为 母老虎 可见这个女婿 对岳母的愤懑 已经到了极点 俗话说 虎独不食子 但岳母甚至 背着女儿和女婿 把他们安身立命的房子 给卖了 这不是活生生 把他们夫妻俩 赶到了大街上吗 在柳金福眼里 这位岳母 真是比虎还独啊 可是天底下 真的有这样 不见人情 独断专横的岳母吗 柳金福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吗 听完柳先生 跟我们讲的这些 其实我们也觉得 挺奇怪的啊 为什么岳母 要背着自己的女儿女婿 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今天岳母也 自愿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岳母上场 有请 刘阿姨 您今天来我们 调解现场的诉求 是什么 我希望的话 就是说 希望孩子们理解我 不要老实 咋理解你 你说我们这样 我咋理解 你真的不要 咱俩不在 你把房子给我卖到 你说我咋理解 我能理解吗 我 我女儿都嫁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俗产的 反正你讨老婆 孩子去 你老婆就应该去你那边住 你怎么来我们家住 我卖我的房子 一定有什么相干 房子是 是祖母留给老婆的 你让我们住哪 我们咋卖 联系轻轻的 自己去苦 自己没有法子 自己去住 这个房子又不是你的 好 我先打断一下 就这个房子真的是您给卖了 是卖我的 又不是卖掉的 咋是你的 这房子就是祖母留给 留给我老婆的 留金服 我还没有死 我还扶住的 怎么是 怎么就要给你了 等我死掉再给你吧 当时都在 祖母就是这样说的 你应该也听见了这事是不是 当时说祖母把这个房子留给的是您的妻子 对 这个当时房厂镇上的名字写的是谁的名字 是您妻子的名字还是祖母的名字 还是留的是祖母的名字 对 祖母现在是去世了是吗 是 去世了之后这个房子有没有过户呢 没有 就一直没有过户 我们也一直这样住着 他一家子随想到他就 他就会这样了 那阿姨那您这个 不管怎么说哈 这个房子现在是大女儿跟女婿在住着 您就算想要卖这个房子 您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们商量一下 您为什么要趁都不在家里去 跟他们商量怎么商量都通啊 商量不通我才卖掉 他是他是啥事都不会跟我们商量 他啥事他想做啥就啥 在家里他从来就是这样 您自己有房子住吗 有的 你有房子住 那您现在每个月有收入吗 有的 有的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女儿女婿的房子给卖了呢 你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我有我的苦衷吗 他做啥事他都不讲连 他讲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在家里他从来就是这样 年轻人嘛 应该给他自己独立嘛 他自己去苦他的钱 他怎么自己会苦了自己会买的嘛 我父亲母亲又没有给我留遗产 我还不是自己苦的 你年纪情情靠我一个老人不跟你 你下什么话吗 对于卖掉房子的事情 刘女士并没有否认 他一再强调 他这样做是有情非得已的苦衷的 而对于女婿 刘女士时刻表现出恨铁不成杠的不满 看来在房子争端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复杂的矛盾 那刘女士究竟有什么苦衷 竟然让她做出如此不顾亲情的极堆事情来呢 咱们拿常理来算 人家小两口住这的房子 说一千到一万 您跟人打一招呼啊 直接出差两三天您把房子卖了 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您这也是许谋已久处心积虑的一个行为 这事您是背着人干的 不过您也知道这事办的其实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他做的事让人真的没法正视 不是您以前证实过他吗 以前也行 以前也行 他人就是我家的小狗 是他看着我家的钱 他才又没有钱又没有房子 才来我们家结婚的 才在我们家等 他就一直就是这样认为 阿姨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都听不下去了 这么坏的一人 您把闺女嫁给他了 您得当妈了怎么当的 婚姻们不能包办了 他们自己要谈恋爱 为什么办 那您就看着闺女往火坑里跳啊 就图你钱 又图房子 图薪几率 对你闺女那么不好 然后你就把闺女嫁给他了 我一天妈都做生意 我哪里 我一天才才得睡几个钟头 我很辛苦的 我哪里有时间 哪里下他们这些好义无劳的人 这联系轻轻的 等着一个老人来哭给你 你好意思吗 他可能很强势 但是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也在罩着你们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这么多年当中 其实你们也享受了母亲的强势 也就是说 当你们相对生活比较弱势的时候 是母亲由于她比较强势 对我就是无尽的 太气了了 你唱我母老婆 母老婆跟你买 买家具 你睡着船 桌子 袋子 什么都是我买的 你有什么道理 你好不好 不好意思 在住的年轻人 哪个不是自己 躲自己的家 你有什么资格 插我啊 好阿姨您别激动啊 真不好意思 我以为啊 这个这个词啊 是你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的词 我以为您知道 结果原来今天 今天孩子们对您的感受 您今天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就是今天你终于知道 你在孩子眼里 是这个什么形象 可能您在生活当中啊 确实是太强势了 母老虎肯定有伤人的一面 对不对 刚才你说了一句话 我也心里特别不舒服 你说卖房子这事啊 我商量不通 所以我就做了 我们听上去 如果商量不通 就一定要一意孤行的话 这不叫商量 这叫命令 您卖房子这事啊 跟您抱怨 您的女儿女婿不争气 是两件事 如果您早年就觉得 他们应该出去住 您就不会把房子 让他们住 住了这么多年 孩子都生了 现在您可能急于用钱 或者您可能有 暂时说不出口的 难言之隐 所以您把房子卖了 但是不能我们 做了这件 伤害别人的事 但是一定要 扣上的大帽子是 我都是为了 让他们自立 这是不对的 似乎在这个家庭 丈母娘打个喷嚏 女儿女婿就得感冒发烧 这个丈母娘确实有点霸道 刘女士我们都是做父母的 我必须纠正你 你把女儿嫁给女婿 并不是你做母亲的一种恩赐 这一点你必须搞明白 另外我想说的是 刘女士 当你欢天许地 数着卖房的钱的时候 你的女儿女婿 心是在低血 你把女儿女婿的房子卖了 同时也把亲情 和母爱都卖掉了 为什么她结婚的时候 没孩子的时候 你都能容上 怎么现在突然 人家有孩子了 也正正是那个上坡的时候 突然把这房子卖掉 也不跟人商量 有多大的难事啊 我们先说点法律问题 您不是卖了女婿的房 是卖了女儿的房 是对女儿财产的女婿侵犯 这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从柳先生来说 这官司我不能提您打 这不是您的房 但是我给我媳妇设计家子 但是这是您 太太她继承的 这还不是您的房 这是其一 其二来说呢 您的岳母 把您这个房子卖了 法律是要保护 现在这个合法成立的 这个买卖合同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房子 您很难从法律上要回来 但是呢 您可以向您的岳母 主张权利 因为它侵犯了 你们的一个财产权 这是没有问题的